念佛之人能立世间杂然之法 佛语立阳等死 长生知足之心 使命其敬意 这也教给我们怎么去做 对世间杂 杂是多 世间世间太复杂了 太多 忍安就严重了 忍安是什么呢 受想行识是忍 你被忍悟了 受是有感受 身 有苦乐的感受 心 有忧喜的感受 你一身处苦乐忧喜了 要知道苦乐忧喜全假的 你没有把它看破 你真的有苦乐忧喜 你心不清净了 苦乐忧喜 事业统统没有 清净心 那修佛怎么修 观照怎么观法呢 瞬间 那喜悦心刚刚生出来 错了 这不是喜悦 这是感情 我看得很顺眼 很欢喜 全是假的 不欢喜的 看得讨厌 其怨恨 那这叫人之常浅 他为什么脱离不了六道 原因就在四地 他每天生活在这个里头 生活在 佛家将的五蕴 四手相行识 他生活在这里头 那观资在菩萨有智慧 照进五蕴结构 人家照得彻底 照得什么地方的五蕴 一念 弥勒菩萨所讲的一念 那一念里头 五蕴具处 这一念 就是阿赖耶的夜想 行有所念 念念成行 行是阿赖耶的境界想 就是物质现象 行界有始 那个始就是受想行识 你看 阿赖耶的三系想 夜想 境界想 转向 米勒菩萨说出来了 五蕴从这里看 才叫把根的 从根上看出来了 那所有一切万事万物 统统离不开 乌云呢 乌云就是今天所说的 它里头有精神 精神跟物质的基础 基本的粒子 科学家称它为粒子 都是它组合的 它本身是乌云 所组合的一切 无论是动物 植物 矿物 山河大地 统统都是它组织的 基本粒子是个乌云 是受想行识 所组织成的东西 当然都没有例外 当体皆空 了不可得 所以菩萨能够 立世间杂然之法 它看破了 这个东西不是真的 无云皆空 这从理上讲 下面从死上讲 佛于利亚等死 这我日常生活 日常生活什么样的态度呢 长生知足之心 油很好 卖油也很好 这是知足 儒家耶稣 你命里头 是富贵人 安于富贵人 是贫贱人 安于贫贱 他都知足 社会安定啊 没有人争论了 那是什么 神以前教育成功了 那人为什么富贵 我为什么凭借 你要跟人家求平等 这个与理上讲不通啊 五个手指撑出来 不一样棋 我要平等 把肠全部砍掉 短地再给他借一上去 这行吗 这能解决问题吗 这不懂因果吗 富贵是前世修的福吗 那凭借过去分众没修吗 那这个道理 只有佛能说得清楚 但是从前人听 现在人不听啊 现在人说他是人 我也是人 为什么他富贵啊 那我要分他的财产 我要夺他的 那现在人不相信因果 那么他财产 你能夺得到吗 夺不到啊 你把他杀了 他命令有的还是有 他命令财富 没想完 被你夺去了 他到来一生 还做富贵人 命令负 命令那个负 没有丢 没有丢 消过消一消 消完吗 他还有吗 还有余福吗 你没有福 现在才造罪业 礼上讲不通啊 这个道理 如是道独奖啊 那中国将军子 圣贤 他们是明白道理 他们是明白道理的人 对一些事实真相 了解得很清楚 所以他能够安平落道 愚人无证 愚人无证 愚事无求 君子无所证啊 不会给人进尊啊 心是平静的 平静的心 深知晦 那智慧里都有乐趣 孔子当年在世 没做过大观 家庭也不富裕 勉强愧度日 弟子言回 是学生当中 最优秀的学生 但是 他命很薄 不但是短命 他物质生活非常缺乏 居露向 淡湿飘影 这说他生活状况 吃饭点饭碗都没有 喝水个水杯子都没有 喝水用葫芦瓢 吃饭 竹子变一个柱楼 乘饭 这样的生活环境 一般人受不了啊 可是 延会是最快乐的人 没有把这些事情看作的忧心 它真正代表了长生 知足之心 延会的智慧 不是天生的 从哪来的 知足而来的 他的物质生活没放在心上啊 那样这个清寒贫苦的生活 他过得很快乐 啊 每天能吃得饱 煮了 享受的 是道 跟父子所学的 他全学会了 全听懂了 而且应用在生活上 那些叫活学活用 他快乐 那父子心里有数啊 他那些东西的说明 他是全部得到 别的学生得到一部分 他是全部得到的 是学东西 要会用心 用心去学 用清净平等觉去学佛 你就真能学到